我兩年前做了一個苦科檢查, 雨房兩邊有個樓, 卵巢中間又有個樓, 旁邊左旁右,又有個樓, 那麼多樓, 我都不知為何會是這樣, 沒有研究, 原來過去那十年過著一些很不正常的生活, 全都負面的, 兩年前我星期六入醫院, 星期日就走出來做一個叫做放一支鏡在裏面, 下面的鏡, 然後他就幫我刮裏面那些樓厭良性還是惡性, 一天搞定, 我星期日就出院, 星期日照上班, 價錢都不用拿, 他說是良性的, 然後醫生我又懷疑他究竟是真還是假, 我又沒有找第二個醫生再檢查, 一個醫生要看四千多元, 如果找第二個又不知多少錢, 算了又相信他, 反正保險有鏡頭, 然後他叫我做完這個手術回來之後, 三個月回來做一次複診, 要做一次勾出山, 不知怎樣夾又要幾千元, 又要做下面的子宮那裏又要複診, 那我就不斷意認一下他, 剛好我之後下半年就進入這個身心靈的學習, 就看到再下半年又看到長哥覺得有什麽症, 有什麽東西不用醫的, 接著我到今時今日, 我都沒有去覆診, 我亦不打算覆診, 我不理我自己怎樣, 有個同學說這次來學手療課程是幫自己, 我不敢想, 我不用幫自己了, 有生之年我幫到其他人就是了, 那天要來帶我上去便去, 有什麽所謂, 空即時色, 色即時空, 我的想法, 我想問問是否正確, 即是否正確, 錯的都是正確, 在不同的層次level, 在不同的時間, 它會是對的, 它又會是錯的, 但錯了, 其實我們是要經歷一些錯的階段, 不過我很有興趣的就是, 你不介意, 我們說少少私隱一點的事, 我只是問你一個單獨之入的問題, 你的性生活是否愉快, 你是不是長期享受到, 你覺得幾滿意的性生活? 不滿意, 不愉快, 你有沒有報育過小朋友, 有餵奶是開心的, 為了七年人奶, 同一個小朋友, 是很開心的, 他七年才能解脫, 但性生活就不正常, 就是這樣, 我為何這樣問呢, 我們首先要了解, 為何你病先, 為何自己會病, 第二個問題是, 為何現在病, 為何十年前不病, 現在病, 為何不是五年後病, 為何現在病, 第三個是為何那裡病, 為何講到病對, 我們講的學就很簡單, 如果你沒有了那個部位, 你就做不到甚麼, 譬如你沒有了那個位會怎樣? 死得了, 因為你沒有東西可以消化吸收, 那個位就是這樣, 你沒有了喉嚨, 你講不到話, 沒有了眼睛看不到東西, 就是問你了, 如果你說剛才有事那些位, 子宮卵巢, 左邊右邊和中間, 即是… 左邊卵巢又有一粒東西, 右邊又有, 中間的子宮又說有一粒樓, 沒有了, 沒有了那些如果切除了, 會怎樣? 生不到兒子, 是吧? 你的身體想告訴你, 就是這樣, 還有你說上面空那裡, 懷疑它有事, 有種樓還是甚麼? 千為樓, 總之他就要我keep check住, 是,就是樓, 通常曾經快樂地暴雨的女士, 就不會有乳癌的窩, 所以我就問你, 是否快樂地暴雨, 你那幾年是否開心呢? 是否餵得開心, 餵得開心就不會這樣, 可能身體懷疼其實不開心, 我們現在很難查證要慢慢了解, 肯定就是你對於再生兒子, 生育是有恐懼, 不想生, 或者根本你很後悔曾經生過, 或者是你對於繁殖後代是很抗拒, 對於生命你覺得我們個個死鬼殺最好, 所以才會是生殖系統出問題, 我們通常都是這樣, 每個病都只有一個目的, 有個任務就是告訴我們, 叔叔姐,你做人這樣不行, 所以我都了解你說過, 你其實長期生活得不快樂, 不快樂的身體不想死, 你玩吧, 它是透過那些位去病, 告訴你出事主要的問題在哪裏, 這一個我們要詳細慢慢去理解, 所以要針對的, 如果是我對我的案主都這樣說, 針對就不是這個病, 究竟是良性還是惡性, 我覺得你做得很對, 你不去想它, 你去進取地去做一些你覺得滿足的, 你覺得用到你自己天生的才能的, 你見到別人被你的支援是得到幸福的, 即是沒有那麼淒慘, 或是帶到它去覺醒的, 你已經是口底了, 不論可能發生什麼事, 不論日子還有病, 不論離開這個世界, 這樣就是沒有遺憾, 我自己是瓶泡這樣的階段, 這個世界是很無常的, 永遠都不知道有沒有明天假, 可能我是集體抱著死, 可能是我自己被調離場, 不知道的, 所以生活多一日, 我就很感恩,又賺了, 我做得什麼事, 我做了之後覺得很滿足, 好多謝你提出來, 好開心,